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刘轩婷 那么自从去年7月1号 港车北上的政策正式实施 时隔半年多 这一新的出新模式 也首次亮相了今年的春节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一位 香港市民和他一起驾车 感受北上过年的美丽 Richard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chard 今天大连初三 我就准备用港车北上 要去内地看一下 探望一下亲友 然后就住个一天 这样子就再回来香港 可以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港车北上的政策吗 港车北上它有两个看到的政策 严肃上可能大家出行的车子比较多 我只能日月到12点后的时间 现在政府就提供了一个 更方便的方法 今天日月明天可以走 那太好了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我们看到在口岸的休息区也是停了非常多的港车北上的车辆 那么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先小事休息 一会儿呢就要开启他们的旅程 我刚刚呢也采访到了很多的这个香港市民 他们也是合家出行 合家欢乐去北上过年 哈喽 哈喽 今天大连初三呢 就带小朋友去过车北上 那我们就去古兜过震荒团 那我们之前早两天就预约了去玩的 那所以呢 今天就很开心 很方便啦 而且很舒服的旅程 那我们就直接点到点去到我们就可以去地方玩啦 嗯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到达了港州大桥的珠海公路口岸了 我们的这个随车人员呢就要下车去进行一个过关 我们三家人就坐一个八人汽车过来 港车北上打算去中山玩一下 呃 可能带小朋友去游乐场啊那些哦 吃一下东西 比较方便因为我们也不会坐那边的公交啊那些 而且带个小朋友嘛就比较方便一点 开始是很通畅的也很很很漂亮哦 但是就去到过关之前就塞了好一两个小时吧 正想能够再通畅一点吧 就遇到这些节假日的时候肯定是会多车 但是看能不能就有秩序一点哦 刚刚通过关口呢 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珠海的市区 现在已经行驶在了内地珠海城市的道路上 我们刚刚呢经过这个港共澳大桥的图案呢 这个珠海珠山东莞 那么现在呢已经到达了深圳 然后已经去VS在一个开车 怎么样VS在这一路感受过吗 这一路感受啊 因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 深圳很多人都回去老家 所以是是那样 那个交通还是挺顺畅的 所以开车是没有问题的 一路这个港车北上来到了深圳 感觉这个深圳的这个年阶氛围也是特别的浓厚 那么VChat你感觉就是来这边过新年感受如何 然后通过这种交通方式通行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 因为过春节呢 那以往我们都是通过陆路的关口啊 火车地铁啊高铁啊 或者是大巴这样子啊 但是两种不同的体验 就第一次港车北上回来这边过春节 这一年呢开车过来呢 我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 如果往后呢可以就港车北上呢 在那个深圳可以回香港就更好 好那VChat我们知道之后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这个密集的行程在这边过年呢 对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去过春节了 好啊那就享受我们的春节假期吧 好拜拜 拜拜